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国际重要讯息 今天上午在纽西兰发生一起严重的热气球坠毁事故 热气球上总共11名人员全部丧生 这也是纽西兰33年来最严重的一起空中意外事故 这一起热气球坠毁事故发生在纽西兰北岛的卡特顿镇 根据目击者表示 星期六清晨7点30分左右 看到热气球飘在空中大约150公尺的高度 突然间热气球起火燃烧 火焰高度甚至高达10公尺 然后热气球就开始向下坠落 热气球在坠毁的过程当中 还曾经碰撞到电线杆 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电路短暂中断 目前整起事故的发生原因正由警方深入调查中 不过警方也表示 事故发生时的天候状况良好 所以天气应该不是导致热气球发生事故的主因 对